其實我們是秉持著如何思考 讓總統能夠當選 國會能過半 那主席現在把我擺在這第16名 就是一個國會過半的一個指標位置 所以我個人這兩天一直在思考 就是說很多的朋友 包括我們的重慎同住 包括我們的這些參選人 給我很多的意見 我們在算的是整個選票 還有支持者的情緒 從第一天第二天到今天的第二天 所有進來的電話都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龍介個人是在考慮 我是否能夠承擔這個責任 萬一承擔不起 那我們對不起中華民國 所以讓我思考兩三天 我明天會再跟大家報告了 那至於參選黨主席 很多人說我是不是在逼宮 沒有逼宮的問題 當然如果我們思考國會能夠過半 也是我們既定的目標 必須要過半 那麼 吳主席說他要去當院長 那當了院長 現在立法院已經有修法 你就不能兼黨主席 那如果今天功虧一潰的話 我想很多人本來就覺得 國民黨要改革 所以我們這個不會變 參選不會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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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